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今天承诺要明天做 但是从来没有开始做的事情 比如许英语,看书,去运动 明天一定要做视频 还记得当我做健身教练的时候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学员 在快上课的时候打电话跟我说 教练,今天我手来不了了 我其实知道他并没有很重要的事 只是不想来 我当时觉得他怎么这么不自律,管不住自己呢 但后来我才知道,也许这并不是他的错 可能关注我时间比较长的小伙伴会发现 我从一周更两个视频,到两周一更 到现在四周一更 大家可能觉得我是在提升视频的质量 我自己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实话 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 我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刷剧,看电影 因为疫情的关系出不去 偶尔起来做个饭 在家里健身 然后回到床上,重复同样的事情 也许有些小伙伴会觉得 你这种生活就是我想要的呀 看起来多开心呀 但恰恰相反 在每一秒,我都有一种深深的自责感和愧疚感 因为我觉得 做视频这件事明明是我自己喜欢做的 为什么这么难开始呢 我终于渐渐地能够明白 当时不来健身的小伙伴的心情 不想做并不是因为健身或者做视频这件事本身 而是因为努力过后看不到回报的失落感 以及害怕失败的恐惧感 让咱们难以行动迈出那一步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就可以呢 我们看到很多那些已经成功的人 比我们还勤奋 科比在洛杉矶凌晨四点训练 彭于晏每拍一个戏就学一个新技能 金庸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 平均每天写1400个字 好像困难对于他们来说 就像是一个个小水坑一样 平汤就过去了 但对于咱们来说 却一拖再拖 最终放弃了呢 难道他们天生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跟咱们构造不一样 抱着这样的好奇心 我去查阅了一些资料 还真就让我发现了一些神奇的东西 咱们的大脑有个部分叫边缘系统 它是引导咱们去娱乐的部分 而另一个部分叫大脑前额叶皮质 它是负责咱们去工作和学习的部分 这两个东西持续在咱们的脑海里 争夺主动权 而当恐惧失落焦虑生气 这种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 主导咱们理智行为的大脑前额叶皮质 就会停止工作 而这个时候边缘系统就会占据上风 咱们下意识地就会选择一些 能给咱们带来暂时性愉悦的东西 比如打游戏 喝酒 看剧 抽烟等等等等 举个例子 假如你拖延了很久 终于要下定决心开始学习了 这时你的父母推开门说 你怎么还不开始学习 你会怎么办 你反而不想再去学习了 因为父母的催促 会让咱们产生焦虑情绪 这种焦虑情绪 会让咱们关闭理智的部分 而不去工作 所以大家看到 平时我们佩服的那些成功人士 并不是比我们多了三头六臂 而是也许他们有方法 尽可能避免这种负面情绪的产生 我们大家都喜欢各种艺术作品 从绘画 文学 音乐 动漫到电影 有些艺术家 偶尔会给咱们带来这种惊世神作 但真正让我佩服 又嫉妒的是那种既高产 又能不断突破自己的艺术家 因为这种创作型的工作 很容易陷入到负面情绪的漩涡当中 我很好奇 他们是如何不断地战胜 对自己的怀疑 以及灵感的枯竭呢 通过观察他们的工作方式 我找到了这些共通点 我们通常不去做某件事的原因 就是对于一时的努力 有过高的期待 比如一周减十斤 复习两天就能靠高分 一旦没有达到这种期待 这种失落感 就会让咱们对这件事产生抵触情绪 绝大多数的成就都是需要时间的 现在最炙手可热的YouTuber MrBeast 曾经有三年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里 用手机拍Minecraft 一开始他并没有多少观看 也没有期待很多人看他的视频 他只是在不断地做这件事 但现在反而成了YouTube上 播放最高的博主之一 不对咱们要做的事情 有过高的期待 凡事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反而会让咱们开始的更容易 坚持的更持久 为什么很多成功人是那么忙 每天还要坚持 跑步 运动 或者健身呢 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产生多巴胺 带来愉悦感 当我自己每次在遇到 很难解决的困难的时候 我都会回到健身本身 集中注意力在每个动作 每次的发力上 尽管有时候会很累 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任何一次健身 因为它让我感觉到 不管外面的事情 我做的有多糟糕 我始终完成了一些事 我仍然是在进步的 这种成就感可以反过来 让咱们在其他的工作中 更投入 更积极 你生活中的支点 不一定非得是健身 也可以是冥想 跑步 画画 音乐 用这些可以产生正面情绪的工具 来赶走后面情绪 会让咱们更容易 去挑战困难的事物 我喜欢的作家 斯蒂芬金 给自己规定 每天必须在三四个小时之内 写出六页小说 一年365天 几乎不休息 他这种不断给自己设定期限 并按时完成的工作态度 不仅让他创作出来了像 萧申克的旧熟 闪灵这种名作 而且他现在 仍然以几乎 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 持续创作 等待灵感的人 注定等不到灵感 只有努力去寻找灵感的人 他才会源源不断地向你涌来 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 我们每天都会在各大平台上 看到别人的生活 我们会想 为什么别人的生活 总是那么完美 自己却什么都不行呢 这些看上去美好的事物 不仅不会激励咱们去行动 反而会让咱们觉得更焦虑 更失落 从而不想做任何事 我们需要想办法创作出一个 可以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环境 哪怕只有一到两个小时 隔绝社交媒体 朋友 家人 以及任何干扰自己的因素 因为只有咱们在这样的环境下 静下心来 才能完成一些 平时完成不了的事情 但是无论怎样 就算我们了解了这些方法 拖延还是会一直存在的 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 没有人能保证 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 都能战胜自己的弱点 但是不管你面对的事情有多困难 你有多抵触 多害怕 都不要逃避 因为没人能帮你做 而且往往你只需要迈出那第一步 剩下的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都比你想象的要轻松很多 千万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有的时候 失败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个视频的作用是有限的 但是我希望通过这期视频 能够带给那些 同样被拖延症所折磨的小伙伴 一些力量 能够让大家有勇气 重启 对生活 对梦想 对任何你想做的事 发起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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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